另外在海拔大约1200公尺的宜兰县南山地区也下雪了 今天凌晨因为低温而降下白雪 而有最高雪斧之称的南山国小里的操场 屋顶都被白雪给覆盖 白茫茫一片让学生玩得不亦乐乎 直呼超幸福 孩子们开心打起雪仗 看到雪实在太兴奋 玩到都忘了要回教室上课 现在已经上课了你们在干嘛 一盘还有小朋友堆起迷你雪人 替他粘上眼睛手臂 强烈寒流报道 宜兰太平山7号晚上开始下雪 而位在海拔1200公尺的宜兰南山地区也不甘示弱 8号凌晨因为低温降下瑞雪 有最高雪斧之称的南山国小 操场被积雪覆盖 阶梯溜滑梯连校园屋顶也都白茫茫一片 让学生乐翻天 天气再冷都要走出教室上学 心情蛮开心的 因为不同的体验 小朋友可以体验到雪 其实也很难得一见 校方说虽然路面有结薄霜 但不影响交通安全 教室里也有暖炉 因此目前照常上课 校园飘来阵阵雪花 虽然只持续半个小时 但师生们仍把握机会 记录下这难得一课 直呼真的超幸福 这儿是海人的 我们现在是 客人哈哈 省调 中国人 我们现在伊拉 都爱 他们不过 我们这一天